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金融工具会计 当然作为金融工具会计 首先你得知道什么叫金融工具 什么叫金融工具呢 所谓的金融工具是指形成一方的金融资产 并形成另外一方的金融负债或者权益工具的合同 简单说金融工具是合同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会计好多时候用的都是合同 你比如说收入源于合同 租赁本身是合同 那么我们金融工具是合同 是一种什么样的合同呢 形成一方金融资产 那么形成另外一方金融负债或者权益工具的合同 常见的金融工具 像现金股票债券 这都属于金融工具 比如说老师你说现金股票债券我能理解 你说他们是合同 我怎么不好理解呢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现金 现在你听了课呀 就可以拿出你的钱包 随便抽出一张 别管多大面值的 现金没问题吧 我现在跟你说你拿出来看啊 假如现在你抽出了一张 就是有个硬币你拿出来也没问题 它也是合同 它怎么是合同呢 比如说你拿出了一张纸币 你会发现这个纸币在你手中 你是合同的当事人一方 而另外一方是谁呢 上面写着呢 看了没有 看一看啊 上面写的是谁啊 中国人民银行 没错 也就是说这个现金 比如说一张纸 在你手中就是个合同纸 当事人双方 一方是你 一方是央行 这个钱 在央行的账上 它体现的是负债 在你的手中体现的是资产 这就是你和央行签的一份合同 你说老师 我没有和他签合同 这是不记名的 在你手中 你就是当事员 转到别人手中 别人就是当事员 这就是合同啊 不仅是合同 你再仔细看一看 你那纸币上还有标号 这还有合同号呢 有面值金额合同号都有 这就是现金 这现金本身 这就是金融工具 在你这边 你想一想 你拿了现金 别管多少 算不算你的资产呢 当然算资产了 多少咱放一边 现金是资产 这没争议吧 那么央行那边呢 有义务 你说那为什么 它不叫权益工具 叫负债呢 你再想一想 就凭着你使劲拿 拿出一张一百元的纸币 你能说你就是央行的大股东吗 那当然不能了 一百块钱不足以证明你是股东的 对吧 所以说它那边只能是负债 咱们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股票 当然今天的股票呢 都是无纸化的 过去啊 那股票也是有纸化的 咱就假设是个有纸化的股票啊 你手中拿着它 你是股东 你这边是股权 你是金融资产 别管那股权在你手中化成的是长期完投资 还是金融资产 总之你这边是金融资产 对吧 那么发行股票一方呢 它就有义务啊 有什么义务呢 有让你当他股东的义务啊 比如说让当股东是什么义务呢 向你分红 接受你的管理 总之 那边有义务 那个义务呢 它就属于权益工具 在我们会计里走的是失收资本或者股本吗 再如债券 那么你拿着债券 对你来讲 这是把钱借给他 到时候你能够按期收本还利 你能够收到本机和利息 有现金流入 这是你的资产 你这边是金融资产呢 而发行债券一方呢 它就是金融负债啊 定期的还本付息对他来讲是一项义务 是一项不可推卸的现金流出的义务 它就是负债啊 所以 别管是现金 股票是债券 这都是合同 这些合同形成一方的金融资产 形成另外一方的金融负债 或者权益工具 股票的 它是权益工具 债券的 它是金融负债 它是负债 所以呢 我们在认定是不是金融资产 或者是金融工具 是首先要知道金融工具是合同 另外呢 正因为是合同 所以说 你比如说企业形成的应交所得税 它就不是金融负债 为什么呢 因为企业的应交所得税 不是源于企业跟国家签的合同 它是你发生了经济活动之后 你应该履行一下纳税义务 这不是一项金融工具 所能定义的 另外呢 这个金融工具啊 通常是靠支付金融资产 或者现金来进行结算的 同样是合同 如果这合同不是拿现金 或者金融资产结算的 我们不能叫它金融工具合同 所以说金融工具 首先是合同 并且是拿金融资产 来结算的合同 它才叫金融工具 好 我们继续看 作为这是一张金融工具的合同纸 一方是权利 一方是义务 权利这边呢 形成的是金融资产 当然金融资产 后续我们跟大家讲 我们金融资产有三分类 它分别是 第一类是 以贪欲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第二类是 以供应价值计量起 变动技术 其他生活收益的金融资产 第三类是 以供应价值计量起 变动技术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这边可以分成三类的 那么 义务那边呢 有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金融负债可以分为 像以供应价值计量起 变动技术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贪欲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权益工具 基本上我们就没有什么分类 总体来讲 我们说金融资产本身有三分类 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它俩本身就需要区分 所以后续呢 我们还要学习一个内容 就是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权益工具的区分 现在你明白了吧 为什么非要说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区分呢 因为在同一个金融工具合同中 权利这边不用区分 它就是金融资产 而义务那边 如果对方让你当他的股东 它就是权益工具 如果对方让你当他的债权人 它就是金融负债 所以到底它是金融负债 还是权益工具 我们需要进行区分的 因此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问题 就是我们后续要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好 我们继续来看 通常啊 我们所说的金融资产 包括了现金银行存款 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还有贷款 像贷款对于银行来讲 那把钱借出去 它按时收回本金和利息 对它来讲就是像金融资产呢 股权投资 债权投资 这都属于金融资产 而金融负债呢 像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应付债券 这都属于金融负债 那么权益工具 通常包括了像普通股啊 认股权证啊等等 这些都属于权益工具 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金融工具呢 有时候分为基础金融工具和衍生工具 所谓的基础金融工具 就是常见的像现金股票债券 这都属于金融金融工具 而衍生工具呢 也叫衍生金融工具是谁呢 它是在基础金融工具的基础上 衍生出来的工具 比如老师你说了 好像也什么没说 但是又说了 没错 这个衍生工具 它必须是有基础工具 它才能衍生 这衍生就是有基础才有衍生的 没有基础工具 你怎么衍生呢 你比如说 举个例子 这个股票期权 所谓的股票期权 比如说 某企业实行股权积累计划 给所有的中层以上的员工 每人一万份股票期权 条件非常简单 再在这公司这干五百年 当然开玩笑了 谁还能干了五百年呢 条件非常简单 再在公司这工作五年 五年后你就可以呢 行权 取得公司一万股的股票 但是你得花钱买 花多少钱买呢 五年后 只要你能坚持下五年了 你就花五块钱买公司的一股股票 有人该问了 是那股票现在多钱一股啊 现在都五十了 当然这比较夸张啊 就用几个例子就听明白了 现在美股五十 只要你能在这干五年 以后你可以花五块钱买一股 买一万股 你花五万块钱就可以买一万股 那么这一万股的美股 你等于赚差价 按今天的标准来看就四十五 一股四十五 一万股四十五万 这相当于这五年 给你补四十五万的奖励 或者给你四十五万的报酬 大家想一想 今天企业给这些中层以上部门经理的 这些员工的这个股权激励 就属于衍生工具 它是怎么衍生的呢 首先他和这些经理签这个合同 不是给股票 是给将来买股客资格 要是没有股票 这个合同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说这个股票齐全是建立在 股票基础金融工具的基础上的 衍生工具 不用再去解释 相信大家一听便知 什么国债期货呀 货币互换呢 这些都是在基础工具 像国债债券呢 在现金的基础上 才产生的衍生工具合同 当然话又说回来 别管是基础金融工具合同 还是衍生工具合同 他们都是金融工具合同啊 他们既然都是金融工具合同 就会使得合同的一方 属于金融资产 另外一方是金融负债或者是权益工具 这套原则不会改变 我们继续 好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首先明确的告诉大家 金融负债可以分类 但是不能充分类 金融资产可以分类 但是金融资产是可以充分类的 作为金融资产的分类 我们首先要知道它现在分的是三分类 这三分类呢 大家一定要熟悉 哪三分类 第一类 以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第二类 以公允价值计量 其变动基础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你说老师 我说的没有你那么溜和 你可以多说几遍 慢慢的熟了就好 比如说有必要说熟了吗 有必要 说熟了之后 就算将来考试是你打上 这句话你也很顺道 如果这句话你还打不顺的话 你就来提你怎么答 第二类是以公允价值计量 企业变动基础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第三类是以公允价值计量 企业变动基础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这是三类金融资产 并且上述分类 一经确定 不得损益变更 问题是 我们为什么要分成这三类 它是怎么来的呢 我来告诉大家 在这三分类之前 原来我们的准则是四分类的 哪四分类呢 第一类 以公允价值计量 企业变动基础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第二类持有制 到期投资 第三类贷款和应收款项 第四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有人说老师 你这几类我没听清楚 没听清楚就算了 因为它早已经过时了 这是过去的老四类 那么为什么由过去老四类 变成这三类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一因为类别太多 那么容易随意调整 二主要是在原来的四类里面 第一类叫以 供应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现在你看变成第三类了吧 当初的第一类 为什么称为第三类呢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理念的改变 准则制定者原本是希望企业 会把金融资产多往 以供应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里划分 为什么会这样去希望呢 因为以供应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最能代表金融资产的家族特征 它是最有典型价值和意义的 所以你呢 人们都希望往里划分 可是这个类别呢 在实际工作中 一般的企业 比如说特别上市公司 并不喜欢它 并不喜欢这第三类 为什么呢 因为以供应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那就说明 它的供应价值一变动 就要进入当期损益 这类金融资产 随着市场价格 或者说供应价值的波动 总会影响当期的损益 由于它的存在 会让企业的利润忽高忽低 忽冷忽热 给人的感觉 不太好 大家都知道 一个企业的业绩不稳 对外传的信号是不好的 所以原来它是第一类的时候 人们就不愿意往里划分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次改了一下理念 准则指定者 依旧希望人们把 金融资产往这类里分 但是不让它当第一类了 而是当第三类 并且它是个兜底类 兜底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不往这类分 你说你讨厌它 不愿分 这没毛病 但是你不想往这个第三类里分 你嫌它供应价值老波动 影响利润 对吧 你不愿意往这类里分 也没啥 但是你得告诉我 你想往哪分 因为第三类是兜底的 剩下就两类 剩下这两类 你要想分进去的话 准则这次设定的条件 什么条件呢 我们也可以称为它叫 两维测试 怎么一个两维测试呢 来一起看 首先我们对于金融资产的分类 别管你属于哪一类型 只要你愿意把它 直接指定成第三类 以供应价值量企业 变动技术 当期存余的金融资产 准则就没意见 那么你一定会问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准则希望你 往这类金融资产里挂 因为这类金融资产 是最代表金融资产特征的 家族特征的 当然 准则也不是希望 你随意往里面挂 那么我们说 如果你是为了消除 或者减少会计错配的话 假如你的金融资产 是符合第一类特征的 你说我不做第一类 又做第三类可不可以 准则说欢迎 假如你的金融资产属于第二类的 可以化成第二类的 你说我不做第二类 我就愣做第三类可不可以 准则说热烈欢迎 总之你能做第三类 你就要做 你做不了第三类的 你还想做第三类 准则是没有意见的 但准则有一句话 你要听清楚 他说呀 你一旦把它做了第三类 指定了 你不得撤销 那么有人一定会怀疑 说会计凭什么随便就把它指定成第三类呢 也不是随便指定的 我们还是有点理由的 就是会计错配 假如你要是把它指定成第三类 可以化解会计错配的话 你就可以指定 那什么叫会计错配呢 这个词啊 过去曾经在会计里面叫不匹配 现在不叫不匹配了 叫会计错配 会计错配是指 当企业以不同的会计确认方法和计量属性 对 在经济上相关的资产或负债进行确认或计量时 而优势产生的利得损失 可能导致确认计量上的不一致时 我们说它就产生了会计错配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这家银行 银行啊 对外放出了一笔贷款 银行这笔贷款呢 收的是固定的利息 它是固定利率贷款 那么银行假如说我贷出十个亿去 因为是跟人家企业客户签的是固定利率的贷款合同 银行自从把钱借给人家之后 就开始那行长就睡不着觉了 那当然不一定行长啊 就说有关人员就开始担心了 担心什么呢 说我把这十个亿的钱借出去之后 我收的是固定利息 对吧 如果那市场利率啊 它要是上涨了呢 那我不就吃亏了吗 为什么呢 因为我按照将来 大家一学操管理都知道 你将来流入的本金和利息是固定的 利息是固定的 本金也是固定的 按照将来的流量是固定的 如果那市场利率一上涨 说明我们的折现率提高 折现率提高了流量不变的情况下 你告诉我今天限制会增加减少 流量不变 利率上升 折现率上升 限制降低 那就表明我们这银行开始担心 我这固定利率一旦遇上 市场利率要上升的话 那无形之中 我不就有损失了吗 我的价值不就减少了吗 当然 他不担心那市场利率降低 如果是个固定利率 往起收利息 市场利率越降得越低 他是不是越乐啊 至少相对来讲 是不是还有收益呢 他担心的是市场利率上涨怎么办 那么为了化解这种担心 他就给人家做了一个 货币互换合同 签了个货币互换 他换什么呢 换人家 拿这固定利率 换一个浮动利率的 那个利率互换合同 刚给他说完 互换合同属于衍生工具 衍生工具在我们会计里边 他要做 用供应价值来计量 此时做套期工具了 供应价值计量 大家想一想 这个贷款 本身是按照贪欲成本计量的 一会儿给大家讲 为什么是贪欲成本计量 因为它有固定的 本级和利息的流入 它属于第一类 它属于贪欲成本计量 而你用来做套期工具 那个利率互换合同 是供应价值计量的 一个是被套期项目 是贷款 是个贪欲成本计量 套期工具本身 是供应价值计量 一个供应价值波动 跟一个贪欲成本 两者是不匹配的 他们俩有内在的关联 是拿他来套期的 他俩却不匹配 怎么办呢 你可以把贷款 这类金融资产 明明属于贪欲成本计量 你愣指定成 以供应价值计量 起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让他也供应价值计量 你看你的贷款 一旦供应价值计量 你的套期工具 利率互换合同 是个衍生工具 也是供应价值计量 两者都供应价值计量 一增一减 他们才可能去 才可能起到一个 对冲风险的作用 所以为了化解 会计错配 就把这贷款 原本可以做 第一类金融资产 愣指定成第三类 我们准则说 热烈欢迎 没意见 就这意思 总之呢 在准则里面 有这样一个理念 只要你可以把它 指定成第三类的 你就可以指定 我们希望你做第三类 当然你说不指定 我们就得看看 你要不指定的话 那就看看你属于哪一类 属于哪一类呢 如果你属于第三类的 你就做第三类 你说我不愿意 你做第三类 那你必须符合两个维度的测试 一个维度呢 是企业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另外一个维度呢 是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 怎么来用这两个维度测试呢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 所谓的企业管理金融资产业务模式 它包括了三种情况 第一个是收取合同的现金流量为目标 说白了就是收取本金和利息 这是一个业务模式 第二个呢 是既为收取本金和利息 又为赚差价 既有收取流量的目标 又有出售金融资产的目标 既吃利息又赚差价的 这是第二个 这个业务模式 除了上述两个之外 我们叫第三个都叫7% 这个业务模式维度就三种情况 其实主要就是两个 一个是吃利息 一个是既吃利息又赚差价 而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呢 简单的说叫SPPI测试 所谓的SPPI测试呢 是一句英文 把它翻译过来的英文字头 叫SPPI 大概意思是说 是说只支付本金和利息的意思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合同现金流量 假如说你这边是金融资产的话 对方只对你支付本金 和因本金而支付的利息的话 你的流量只有本金和利息的话 这就叫符合SPPI测试 那么有了这样两个维度的话 我们来看看具体分类 首先第一类金融资产 以贪于成本企量的金融资产 从业务模式上来看 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的 这叫吃利息 从它的现金流量特征来看 它只有本金和利息 这叫符合SPPI测试 如果符合吃利息 并且又符合SPPI测试的话 它就是第一类 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当然话又说回来 假如你为了化解快据错费 直接指定成第三类 准则也没意见 准则的意思是说 你能做第三类 我啥都不说 你不做第三类 想做第一类的话 你得符合两条 一 业务模式是以收取合同现金流量为目标 二 你的现金流量是指支付本金和利息 好 这是呢 以贪于成本企量的金融资产 我们再看 那么同时满足下来两个条件呢 就是第二类金融资产 以供应价值其他其变动 就是其他生活收益的金融资产 哪两个条件呢 说如果你的业务模式啊 是既吃利息又赚差价 既吃利息又赚差价 这是你的业务模式 并且呢 你同样符合ISPPS测试 也就是说只支付本金和利息 那咱就是第二类金融资产 这是分类过来的 你说老师我怎么发现 它只有本金和利息的现金流入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你的第一类和第二类里面 也没有股权的事啊 你还真说对了 说到目前为止啊 咱们直接分类成的第一类 叫以贪于成本企量的金融资产 它只能是债权 因为贪于成本金融资产 它的业务模式是吃利息 债权才有利息 它的现金流量是 只有本金和利息的流入 所以呢 它只能是债权 而分类成的第二类金融资产 与供应价的企量企业变动 就是其他作用收益的金融资产 从业务模式来看 是既吃利息又赚差价 它还得吃利息 另外流量呢 是只有本金和利息 此时它还是债权 我们再看 以上两类之外的金融资产 我们应当把它分类为 以供应价计量企业变动 就是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也就是我们说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么说到这之后呢 大家可能觉得有点乱了 是不是思维这么乱呢 这么着刘老师请你再坚持一下 只要你把我这四个话说完 然后老师再给你一串 马上就升华 就从量变到质变 你再忍一忍啊 现在就是对你一个考验 你看说的这么枯燥 你还能听完吗 你再接着听 第四 在初始确认时 企业可以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 投资直接指定成 以供应价尽量企业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这个并按照金融工具准则 确认鼓励收入 并且这个指定 一经做出也不得撤销 我把上述这些原则说完之后啊 我来举例 给你升华一下啊 一升华你就明白了 你比如说 咱们看着条件呢 这么多一二三四的 对不对啊 这一二三四这么多 看着乱 所幸呢 咱们用实物对接 怎么用实物对接呢 我要说债权 我这么一说债权 虽然你也可能感觉不说 什么叫债权 但你能够理解什么叫债权吧 没问题吧 债权 我拿债权举例子啊 假如你拿着别人的企业的债权 你说老师我没拿着 你就想象你拿着 想象这美好的事情 你不就快乐了吗 对不对 想象一下啊 假如你拿着别人的债权 拿着别人的债权 一个亿 可以吧 也不太多 有小目标 一个亿 拿着吧 你拿着一个亿啊 那现在我问你件事 你拿别人的债权 拿别人的债权投资 如果你这个债权 是为了吃利息 只为吃利息 并且将来收到的现金流量呢 只有本金和利息 你告诉我这是哪一类 相信你马上就知道 这是第一类 这叫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这是第一类 对不对 没错 通常你是可以这样说 但你听好 刘老师又改了啊 说 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你只吃利息 并且你流入的现金流量 是本金和利息 所以你只能做第一类 对不对 他说对 错了啊 你可真错了 如果老师说只能做第一类 那就错了 为什么呢 他可以做第一类 如果企业愣不想让他做第一类 比如说为了化解会计错费 是不是可以把它直接指定成第三类的 没错 所以你要明白 哦 原来他应该说符合第一类的条件 做不做第一类 那得先说指定不指定 不指定时 他才是第一类 咱接着说 还是你拿着人家的一个亿的债券啊 假如你拿着债券的目标呢 非常明确 你的业务模式是 既吃利息 又想随时出售 把它赚差价 出售也是你的持有目标 并且你收到的 只有本金和利息 你告诉我这是第几类 答第二类 这叫以供应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进入其他生活收益的金融资产 没毛病吧 没毛病 但是我要说他只能做第二类 有错了 因为也可以把它指定成第三类 以供应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那我再接着说 假如你还是拿着人家债券 你的业务模式既不是吃利息 也不是吃利息专查价 是其他 那不用说了 你只能做第三类 因为你业务模式不符合 假如你的业务模式都符合第一类 或者第二类了 但是呢 你没有SPPI测试 第三类了 总体来讲 符合第一类和第二类条件的 你可以做第三类 不符合第一类第二类条件的 你只能做第三类 所以你一定看出了 那么准则希望你做第几类 做第三类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三类 为什么从过去的第一类变成第三类 是因为拿它兜底的原因 这是理念的一个改变 当然我取完这个例子之后呢 你一定发现归类了 原来债权呢 它可以做第一类 可以做第二类 你也可以做第三类 因为你要想做第一类的债权 必须有SPPI测试 你要想做第二类的债权 你也必须有SPPI测试 你要没有这SPPI测试 你也别说 你只能做第三类 没问题了吧 好 我再说说股权啊 诶 我再说说股权 假如说今天 你持有别人的股票 假如你持有别人的股票 你说老师我真没持有 你就想象你持有不行吗 你这么一想 你不就快乐了吗 你这么一快乐 你不就学会了吗 好 你拿着别人股票 你那么一想高兴了吧 如果你拿着别人的股权 你对对方的影响力 在重大影响以上 快告诉我 在你账上叫什么 长期股权投资 它包括了控制 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 总之在你账上叫长期投资 如果今天你拿着股权 对对方的影响在重大影响以下 你还记得吗 那重大影响以下 先告诉我 它只能做金融资产 但是金融资产有三类 第一类是以贪约成本计量 第二类是以供应价计量起 变动技术 其他存活收益 第三类是以供应价计量起 变动技术当机损益 你这个股权 按理说 你是既不能做第一类 也不能做第二类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股权是没有SPPI测试的 而我们金融资产 不论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类 都必须有SPPI测试 你看到没有 所以只要是股权 你都不具备的SPPI测试 也就意味着你成不了第一类 和成不了第二类的 按理说你是成不了的 那有人说 那我股权就别讨论了 这就上来就 就成第三类了吗 要这样做的话呢 又觉得呢 对你股权有点不公平 没有给你 这个表达的这个机会 是不是啊 你这就什么都不让说 马上就扔到第三类去了 来了这边 啪第三类扔进去 不太合适 那怎么办的呢 这回就让你表达表达 假如你手中拿到股权 却在重大影响以下 我们知道你没有SPPI测试 但是我问你俩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是交易性的吗 你说我是 好嘞 别说别的了 扔 扔 扔了都听见动静了 扔过去了 扔上去了 扔到我们这第三类的框里去了 还有说怎么 一说交易性的 话没说完就被扔到框里去了呢 因为这第三类的框 就是给你准备的 交易性的吗 你别说别的了 那我要不是交易性的呢 不是交易性 这块接着问你 继续询问 你愿意指定吗 那你该说了 我要指定怎么样 不指定怎么样 我告诉你了 你要指定的话 你可以把它直接指定成 以供应这样的计量 起来便能进入 其他生活收益的金融资产 但是你要指定成的话 这类金融资产 从生到死 是不让破损益的 当然除了鼓励之外 鼓励还是可以走投资收益的 除此之外 你是不能破损益了 你能接受吗 你说我真忍受不了 那好了 还没等你说完 扔的一声 又扔到第三框里去了 带着动静 刷过去了 你就说 我能忍受 好 你要忍受的话 你就来第二类 所以我说完之后呢 你也听明白了 只要是股权 只有两个选择 要不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要不就是直接指定成第二类 我们叫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所以这里你会看到 这叫非交易性的权益工具投资 被直接指定成了 以供应价值计量起变成 其他生活收益的金融资产 这类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变成 其他生活收益 平时不涉及损益 那么股类是可以走损益的 除此之外 不走损益 并且这类金融资产 一经指定不得撤销 其实说到这里 我们也已经注意到了 实际上加上股权和债权 最后放在一起 我们发现 就是这第三类金融资产 化的情况多 这就对了 因为准则制定者 就是希望你多把金融资产帮 第三类化 因为第三类 它才代表了金融资产 这个资产的家族特征 好 我们继续看 金融负债的分类 那么作为金融负债的分类 同样也有直接指定和直接指定之外 什么是直接指定 在初始确认时 企业可以将金融负债 直接指定成 以供应价值计量起变动技术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常见的就是那交易性金融负债 并且该指定应当满足一定的条件 这个呢 你比如说 这里面也可能有一个会计错配的问题 也可能有一个供应价值管理的问题 总之也是一定的条件的 好 我们再看 那么除了直接指定之外 这个金融负债呢 它是以贪余成本计量为兜底的 什么意思呢 你看啊 除下列情况外 应当把金融负债分为贪余成本计量 那就意味着 只要你分不成下列 你没有别的种可去 只能叫贪余成本计量 所以说在金融资产中 我们的第三类金融资产是兜底的 在金融负债中 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它是兜底的 它怎么兜底呢 先问你能不能化成这些类型 第一个 你能不能划分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的金融负债 包括交易性金融负债 和直接指定成的这一类 能不能 你说能 好 能你就做这一类 你不能 你就是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接着看 金融资产转移不符合中指确认条件 或继续涉入 被转移金融资产的金融负债的 不属于以上情况之一的财务担保合同 以及不属于以上一中的 也就是这个交易性金融负债的 这个低于市场利率贷款的贷款承诺 总之 只要你做不到下列这些情况 基本上 你没有别的选择 就叫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当然这个内容一看挺枯燥 有人说我不理解了 我告诉大家怎么理解 这些内容不多见 这里就指的是交易性金融负债 所以通常你就可以记录一句话 如果是金融负债的话 金融负债不做交易性金融负债的话 基本上做的是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负债 这里面这些情况不常见 不多说了 你知道不做交易性金融负债 就做贪余成本计量金融负债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理念 就够你支撑考我们高级会的实务 这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 作为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 先来看确认 所谓金融资产确认设置企业 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式 当然是权了一方式 你就是金融资产 那么义无一方式 你可能是金融负债或者是权益工具 对于发行权益工具的交易 在处理确认时 发行方确认的是权益工具 也就是说一个工具 实有人这边 你都是金融资产 而发行人那边 可能是金融负债或者是权益工具 这是金融资产的初始确认 作为金融资产的核算 我们既然已经分出了三类 第一类叫以太阅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最常见的就是债权投资 当然银行业的贷款 贷款也属于什么呢 也属于太阅成本计量金融资产 你想如果你的银行只吃利息 到时候有本计和利息的收回 那不就是太阅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吗 没错 这是债权投资 当然我们一般银行的不多见 我们不讲银行 就拿债权投资几例 债权投资来核算 太阅成本计量金融资产时 可以说面值 类息调整 应激利息这样一些明细科目 那么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呢 它是来核算以供应价值量企业变动 进入当期存益的金融资产的 它也设成本和供应价值变动 这样一些明细科目 那么企业直接指定成的 以供应价值量企业变动 进入的当期存益的金融资产呢 在交易性金融资产之下 设置呢 这个单设一个科目 叫指定类型 如果你是衍生金融资产的话 我们用衍生工具 衍生工具的科目非常有特点 出现在借方时属于金融资产 出现在贷方时它属于负债 衍生工具可以有借方和贷方 我们再看 其他债权投资 它主要核算的是 这个 以供应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这属于那个第二类里的债权 因为第二类 以供应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的一点 有直接分进来的其他债权投资 还有直接指定成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这是两种情况 这两种情况都属于一类 一个是债权 一个是股权 好 我们再看 具体的核算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 我们金融资产有三类似情形 哪三类呢 第一类 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我们用债权投资来做代表 第二类 以供应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这里面的债权 我们用其他债权投资来做代表 这里的股权指的是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这是两种情形 一类两情形 第三类金融资产是 以供应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常见的科目 也可以说选个代表 叫交易性金融资产 只要你把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和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三类四情形的核算掌握了 那基本上 我们金融资产的计量问题 也就差不多了 我们这里简单做个介绍 作为三类金融资产 四种情形 在初始计量时 首先都是供应价值计量 这也没说的 你别管哪一类 我们都叫供应价值计量 有人说贪欲成本计量 那也是供应价值计量吗 当然了 有人说不对 贪欲成本计量 怎么是供应价值计量 你别抬杠 我们说那个贪欲成本计量 指的是后续计量 用贪欲成本 初始计量时 也是供应价值 另外呢 在初始计量时 考试特别爱考的一件事 就是交易费用 初始计量的交易费用 去到哪去呢 债权投资的 其他债权投资的 其他权益国内投资的 这个交易费用 都是要记入 相关金融资产的 初始计量金额 记到成本中去 记到成本中去 而唯独交易性 金融资产 在初始计量时 那个交易费用 是在借方走 投资收益的 你看我在课教中 途中黄颜色了吧 它俩是有区别的 这是要注意 另外呢 在初始计量时 无论是对方已经宣告 上未发放的现金股利 还是已经到期 上未领取的债权利息 别管是哪一类金融资产 哪一情形 我们都单独的把它列为 应收项目 叫应收股利或应收利息 当然 这个第三类是 既含股权有债权 第二类是有股权有债权 第一类只能是债权 那债权的话 它就不含应收股利的问题 这是初始计量 我们再说一下后续计量 后续计量 你比如说第一类金融资产 我们拿债权投资举例 它就是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所以我们讲 这类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 是贪于成本计量 什么是贪于成本计量呢 你要算一算贪于成本的 其实贪于成本就是 你取得这项金融资产 那个初始入账金额 包括的交易费用 初始入账金额 加上交易费用 就是你的初始贪于成本 你用年初的贪于成本 乘以你实际利率 算出你当年的投资收益 比如说借地应收利息 代地投资收益 两者之差 就是对你当初确认的利息调整 一个分摊 不断的去分摊 当初你的差额利息调整 最后我们就会把它分完 这用的是一个实际利率法 所以贪于成本 计量进入资产 我们要知道贪于成本是谁 并且呢 一旦你算出了 期初的贪于成本 以后每年年末的贪于成本 都在你当年年初贪于成本的基础上 加上收入减去流入 加上的会计收入减去现金流入 我们来算出你期末的贪于成本 这是呢 给大家讲的 这部内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其他债权投资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他们随说是一类 但是是一类中的两情形 一个是股权一个债权 他们的供应价值变化 都走其他总和收益 随说都走其他总和收益 但两者的核算还是有截然不同的特点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其他债权投资的供应价值变动 形成那个其他总和收益 将来它是可以转投资收益的 也就是说当你把其他债权投资出售时 因其他债权投资而确认的那个其他总和收益 我们可以转到投资收益中去 但是 因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供应价值变动 而确认的其他总和收益 将来你把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处置时 这个其他总和收益呢 它只能转留存收益 走的是盈于公积和未分的利润 如果没有给出盈于公积的集体比例的话 你直接走留存收益也未尝不可 总之 我们这个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形成的 其他总和收益 我们是不能转投资收益 只能转留存收益 特别是交易性集中产 汇集量时按照供应价值计量 供应价值变动 计入的是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这就是计入当期损益 并且呢 交易性集中资产在出售时 持有期间形成的供应价值变动损益 不再转入投资收益 上述所说 就是三类集中资产四种情形的 会计核算中所体现的一些特点 或者说一些特征 抓住特征 基本上就抓住了这些金融资产的核算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金融资产减值 告诉大家 按理说叫金融资产减值是错误的 你说老师是真的吗 我们书上就这么写的金融资产减值也是错误的吗 没错 你那书也是错的 老师不对 你说老师 我那高级块实物也这么写的 你的高级块实物这么写也不合适 为什么 因为我们准则可没这么说 我们准则可不叫金融资产减值 我们准则叫什么呢 叫金融工具减值 说实话 刘老师告诉大家 你查准则原文去 人就没有金融资产减值这词 人叫金融工具减值 为什么叫金融工具减值 不应该叫金融资产减值呢 很简单 你先说它要叫金融资产减值 哪不妥 咱别说它不对 你就说如果是金融资产减值的话 哪不妥 咱叮叮看看 首先金融资产减值范围 告诉我 贪欲成本机量的金融资产 第几类 第一类 来 以供应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第几类 第二类 但将其他企业的权益工具 指定为以供应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的 不能提减值 那就是第二类里边 还是有个二分之一 只有债权部分有减值问题 对吧 那股权不提减值 第三个 租赁应收款算不算金融资产 可以算 可以算 也算金融资产 它属于应收项目 第四项 合同资产算不算金融资产 它是收入准则中产生的一项资产 但它不属于金融资产 大家知道 从合同资产到应收账款 再到银行存款 它简直就是个 破简成叠的美丽故事 银行存款和应收账款之间差多少 差时间的早晚 而合同资产和银行存款离多远 还中间隔着应收账款 也就是说 从合同资产能不能变成银行存款 关键是看它能不能变成应收账款 如果合同资产中有些义务没履行的话 它压根就变不成应收账款 它就将来成不了银行存款的 也就是说 你要想变成大蝴蝶的话 你得从毛毛虫 逐渐变成一个鹅子 鹅子再变成大蝴蝶的 现在这合同资产 还属于大毛毛虫那个阶段 如果银行存款是美丽的蝴蝶 中间还隔着一层呢 破茧成蝶还有一个环节 所以合同资产它不是金融资产 不是金融资产 你说叫金融资产减值 文部对题 文部对题了吧 咱别接着着急 接着看贷款承诺 你告诉我承诺是资产吗 你对别人一承诺 你就是资产了 那你不就随便承诺了吗 是不是 记住不是资产 恰好相反是负债 凡是你做出的承诺 对你来讲 那都是一种责任 一种义务 所以说你一旦承诺了 我们说要 我要轻易承诺嘛 一旦承诺就必须要履行嘛 对不对 所以 那么你说你承诺是义务 义务是什么呀 义务它是负债呀 那负债怎么叫金融资产呢 赛如 再来看 第六个财务担保合同 你看担保 担保是资产吗 你给人做担保 你是资产吗 你给人做担保 你成了负债了 所以这也是负债 这么一 掰扯 你才发现 这六件事里面 有 三件事不属于金融资产 它们分别是 合同资产 贷款承诺 还有财务担保合同 剩这三件事里面 虽说租赁应收款 算金融资产 但它来自于 租赁准则 真正属于我们 22号准则 金融工具 确认合计量的金融资产 就两件事 一个是贪用成本 金融资产 一个是第二类里的 债权 就这么微乎其微的两个 你敢说 这叫金融资产减值 我这么一分析 你明白了吧 所以说 叫金融工具 减值是比较合适的 叫金融资产减值 是不太合适 但我们叫财 真这么叫了 叫他就叫 你叫你的 我说我的 你明白就好 当然有人给较真了 说老师 我有件事不明白 你要说金融资产减值的话 借信用减值损失 带某某资产减值准备 那么你这负债 怎么能减值呢 负债减值时 是负债的增加 那老师怎么样 老师你陷入矛盾了 自相矛盾了 负债的减值 是负债的增加 太可笑了 增加了怎么还减值了呢 你听清楚 负债的增加 是企业资产 或叫净资产价值的减少 你说对不对 当资产一定时 负债越大 什么越小 净资产越小 我们所谓的减值 是让企业的净资产减少啊 所以负债增了 也叫减值 它是让净资产减少的减值 所以真正给贷款承诺和财务担保合同提减值时 我们的分路是借机信用减值损失 代替的是预计负债 对方的预计负债 那不是负债增加吗 那也是减值啊 另外 合同资产 既然不属于金融资产 它的减值不能叫信用减值损失 它仍然用的是资产减值损失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这是去年财政部会议司专门解释的一个问题 说合同资产不属于金融资产 它的减值不能叫信用减值损失 应该叫资产减值损失 好 那么关于这个内容 我们就说这么多 我们继续看 我们通过刚才的分析 那我们也看到了 在金融资产减值中 也不是所有的金融资产都提减值 你比如说 其他权益公立投资 还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本身就不提减值 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逐一说给大家听 先来说那第一个 其他权益公立投资 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 直接指定成的 以供应价计量起变动 进入其他生活收益的金融资产 它为什么不提减值 答案就在于 因为这类金融资产 我们有约定 你不是特别讨厌损益 不愿意做 以供应价计量起变动技术 当其损益的金融资产吗 那你就做了第二类了 那么所以 你就不能轻易碰损益 甚至说你从生到死 都不能碰损益的 正因为他不能碰损益 你就不能提减值了 为什么呢 你要提减值 你借记信用金融资损失 那不又是损益吗 所以不让他碰损益 连减值都没有 再说这个交易性金融资产 由于交易性金融资产的 供应价值变动 它总之是要进入损益的 而我们减值不也是损益吗 并且交易性金融资产的 供应价值变动 随时调整减入损益 向上涨时是增值 向下前少时是减值 可以说交易性金融资产的 供应价值变动 已经包括了减值在里边了 没有必要单独再提减值 这是供应价值会计 和减值会计的一个交叉 所以它也没有必要单独再提 我们接着看 一项分类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这个说法挺好 我来告诉大家 假如将来考试看题的时候 它说分类成 以供应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说的是那其他债权投资 它说直接指定成的 以供应价值计量企业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它说的是那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虽然都属于第二类 分类成的说的是债权 直接指定成的说的是股权 分类的是债权 直接指定是股权 七 供应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损失 这说的是债权的供应价值变动形成利得损失 除其减值利得损失和会对损益之外 均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直至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货 被重分类 林老师我就是不明白这句话 什么意思呢 我告诉大家 就好了啊 也就是说 其他债权投资的供应价值变动 无论是利得损失 我们通常走的都是其他综合收益 均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OCI 均计入它 但是有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比如说减值 我一说减值有人就蒙了 说老师不对啊 减值时这个其他债权投资 也是做其他综合收益的 为什么呢 借信用减值损失 带其他综合收益 没错你说对了 但是人家说的是借方 人家说借方时 你不是借记信用减值损失吗 减值时这时候它是走了 倒计损益的 还有汇兑损益是走财务费用的 减值和汇兑损益 它是走信用减值损失和财务费用的 所以它是走损益的 除此之外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带来的利得损失 都是走其他综合收益 没有损益 他说的是这个意思 当然大家知道 为什么其他债权投资 那个减值走的是带方其他综合收益呢 因为这个准则不想因为体检值 而打乱我们供应价值计量的那个步伐 不想让我们资产负债表中 最终体现的不是供应价值的那个计量 而不让我们的供应价值计量 被减值给它冲乱 所以你在减值时就单走一个其他综合收益 这是一个特殊处理情况 主要是为了保护在资产负债表上 我们这类金融资产其他债权投资 始终是以供应价值来计量和体现的 好我们来继续看 对于金融工具减值 怎么样金融工具减值了吧 它规定一个方法叫预期信用损失 很多人对预期信用损失也不明白 什么叫预期信用损失呢 这个预期信用损失法呀 与过去规定的根据实例发生的减值损失的方法 有了根本性的不同 怎么一个根本性不同呢 在预期信用损失法下 损失准备的计题不以减值的实际发生为前提 而是以未来可能的违约事件 造成的损失的期望值来计量 当前也就是自然负责表示应确认的损失 这段话这么愣这么一说挺抽象 其实挺简单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今天有个甲银行 借给乙客户十个亿 十个亿啊 你告诉我 甲为什么愿意把钱借给乙 因为在甲的心目中 乙的财务状况现在不错 他要是不好 他就不敢借给他了 对不对 那我问大家 如果说甲今天把这个贷款 贷给了乙企业了 如果这甲银行 把这十亿元的贷款 借给了乙企业了 就算乙企业 现在状况很好 假 有没有必要对他这笔贷款 进行减值的测试呢 有没有考虑应该考虑 预期性的损失呢 按照我们一般逻辑说 不用呗 我们之所以今天把钱借给他 不就因为这看着企业好啊 一个好企业 怎么还有减值的问题呢 你听清楚 我们所说的好事 说的今天好 如果你的十亿元的贷款是五年 那你敢保证 未来五年他都好吗 你能说今天他好 未来五年就一定都好吗 当然不能啊 所以咱说夸张点啊 假如你是甲银行 就算你今天借给乙企业十个亿 就算今天的乙企业状况 还很不错 因为只有这样 你才借给他十个亿 但你仍然需要考虑你这笔贷款的信用减值损失 怎么考虑 考虑你未来五年情况 以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 造成了他可能会违约 这种违约给你银行带来的损失 你通过算概率算期望值 最后算出你的损失准备 你就愣提一个预期信用损失 你看了没有 这个理念完全不是因为 你这有十亿的贷款资产占物价值 跟什么未来流量限制这么一减 不是一个实际的减值 是说 就算今天企业还不错 我们也要考虑他 未来的一些不确定因素 造成的违约损失 给你带来的影响 也要把它具体损失准备的 袁老师你这样想 是不是有点多虑了 这怎么叫多虑呢 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 叫 人无千日好 花南白日红 就算一个企业今天还很不错 未来五年也难以保证 再者说了 对于银行的这个贷款的风险损失 你是越考虑的充分 越提前去考虑 这样才能做到风险关口的前移 这就是预期信用损失的一个思路 当然具体在使用预期信用损失法的时候 我们一般的金融资产用的是三阶段法 还有一些特殊的简化的一些方法 这个后续呢 我们在基础课程中会给大家详细的展开 很显然 对金融资产这种体检值的思路 跟我们传统的实际检值不一样的 至少你看到了我们金融资产体检值 不是拿一个价值跟你账不价值一减 得出一个差额 不是这么来的 对金融资产体检值不一样的